那的娘呀 那儿子这么优似刀数低一名 老东西 你必须给那个交代 什么 你要交代 给你给你 还有什么 啊 在意涌上来了 这孩子还整次随了你 自不教夫子过 你的单逼 那都显磨手了 等儿子成绩上来了 你再回来 所以说就这样 你们夫子俩都无家可贵了呗 没错没错 都知道 灰小子你主意多 快给我想想办法吧 兄弟们 这对父子属实可怜 你们说要不要帮帮他们俩呀 决定要帮助的就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了 这个赞一定要点 好 要我说啊 解零还学系零人 那么姬甲儿子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因为不喜欢去学校 那你在学校里面 就没有感兴趣的东西吗 当然有 我最喜欢放学了 完了大佬 我看你来的算是没救了 除非 别卖关子了灰小子 我都听你的 除非你舍得高薪聘请一位家庭教师 有道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找我不就行了吗 大佬高薪招聘教师了 没错 胜出者可获得十万单币的价位 好家伙咧 十万单币 兄弟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去参加呀 感觉要去的扣一 不去的扣二 其实这单币不单币的无所谓 就冲我和大佬的关系 这忙我是帮定了 臭不要脸 比赛开始 请听第一题 一只开水是100度 只脚是90度 那么开水是什么 八 这不对吧 大佬 你这题有问题 你不要给我哇哇叫 直接淘汰 这个还不简单 大于90度那就是蹲脚呗 灰小子得一分 请听第二题 什么样用两条腿走路 用两条腿走路的羊 那肯定是残疾羊了 回答错误 我知道我知道 是喜羊羊 还有懒羊羊 回答正确 多加一分 请听最后一题 什么鸭子用两条腿走路 是唐老鸭 回答错误 什么唐老鸭 所有鸭子不都是两条腿走路的吗 恭喜灰小子 打小我就看你行 如果教学失败的话 你可是需要赔我20万淡币的精神损失费 什么 那咱儿子在哪 快让我给他补习补习 别急 正好我儿子有几道题不会 你去教教他吧 苏嘎 这就是大老儿子的学校了吧 走 咱们先去找儿子 好家伙 这大门还不让进 不过都很难不住啊 咱们从旁边的草丛里面 不就能绕进来吗 这边肯定是教室了 来吧机甲儿子 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第一点 全写偏烟 商唱歌歌 唱歌 嘻嘻呱呱 西瓜 对不是吧 一共就三个你还错了俩 第二题 成语填空 四点五舍 熔龙焕发 化炎入精 第二题更离谱呀 这个就对了一个 这明明是四舍五入 化龙点精 熔炎焕发 你可要学着点啊机甲儿子 好的 这个就叫专业 第三题是道具 让我看看你造了个啥 我看着爷爷趴在地上吃狗答辩 我说机甲儿子 这不对吧 你再重新造一个 爷爷看着我趴在地上吃狗答辩 哎呦啊 而在完美避开正确的案子方面上 你也是个天才呀 这明明是 我爷爷看着狗 趴在地上吃答辩 唷 老拱表现不错 不过莫像刀 你有这么多死防单逼 这个就磨手了 等咱儿子上大学里再给你 大老大老 你交代我的事我可完成了啊 这次不会让我白忙活了吧 怎么会呢 灰小子 鉴于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给你升级奖励 哎呦啊 那这个感情好呀 快让我瞧瞧是啥 来来来 以后我儿子也是你儿子了 给我儿子当个干爹 你来负责咱儿子的学习 学习不好 我唯你是问 不是怎么个事 算来算去 不仅我这次白忙活了 以后还得白忙活啊 灰爸爸 灰爸爸 一瓶棉花和一金片那个重要 你还是留给评论区的小伙伴们回答吧